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 今晚將迎來一位新進院士 他的團隊實現了從治療不孕不育 到出生缺陷阻斷的重要突破 他就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院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 喬傑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實施 高齡孕產婦比例的上升 我國出生缺陷比例在逐漸增高 給家庭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喬傑領導的團隊實驗室 與其他生物學及物理學團隊合作 構建了世界首個高精度重組定位 女性個人遺傳圖譜 成功建立了新的植入前胚胎遺傳病診斷新方法 並實現臨床轉化 我們的治療量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 我們的成功率也達到了世界的先進水平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把過去不能診斷的 100多種遺傳病都能夠診斷了 其實我們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大的 因為有7000多種單基因遺傳病 還需要有更新的方法去攻克 在攻克生育難題的路上 中國科學家還做了哪些努力 又面臨怎樣的新挑戰 大陸首例市管嬰兒鄭蒙珠如今年滿30 她過得怎樣又有什麼話要說 今晚9點20分 中國正在說和您一同探討 生活方式的改变